在南美洲有一个非常贫穷的小国家 但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却极其富有 其国家在掌权的30年时间里 疯狂地吸取国家钱财 他曾经花费300万美元建造一座坟墓 在这里 普通人的日子如同地狱一般 买不起食物的普通人 只能靠吃土饼为生 为了巩固权力 他们甚至还用邪教来控制百姓 这个国家就是海地 而那个掌权的家族就是杜瓦利埃家族 老杜瓦利埃于1907年 出生在海地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因此 老杜瓦利埃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成年后 他进入海地大学医学院 在读书期间 老杜瓦利埃看到国内黑人受到压迫 他公开发表了数篇批评当局 为黑人发声的文章 这也让老杜瓦利埃在黑人群体中赢得了支持 1934年毕业后 他投身于医学工作 1949年担任海地政府 劳工和公共卫生部长等职务 1957年 老杜瓦利埃通过了海地民主选举 成为海地新总统 这一年 他50岁 而他的儿子 及后来的小杜瓦利埃也才6岁 上任后 老杜瓦利埃改变了参加选举时证人君子的形象 上台后 他成立了国家间谍机构 通顿马库特 并开始了他的独裁者生涯 早期 老杜瓦利埃受到国民的尊敬和爱戴 但无限的权力 让老杜瓦利埃从一个敬业的医生 变成了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恶魔和专制暴君 老杜瓦利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对反抗的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对叛乱者施加了各种酷刑 老杜瓦利埃还取缔了各种民主党派 迫害进步的学生领袖 任命杜瓦利埃家族成员掌权 老杜瓦利埃通过一步一步的行动 逐渐让海地成为杜瓦利埃家族的私有财产 普通人生活压力大 生活极其困难 平均收入不到亿美元 相反 老杜瓦利埃一家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 在老杜瓦利埃的带领下 他们家族肆意地侵吞国家资产 榨取平民的最后一滴血 此外 老杜瓦利埃还擅自修改宪法 成为海地终身总统 所有敢反对的人 都在他们的间谍的监视下 被逮捕 监禁 并被迫害致死 一般来说 独裁者都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来控制国家 而老杜瓦利埃的方法是利用巫毒教 虽然他年轻时是医生 但他却精通巫术 为了确保家族能永远传承下去 这位独裁者不仅使用法西斯主义 还充分利用了原始巫术 巫毒教 巫毒教原以为神或精灵 是加纳等西非地区流行的神秘宗教 即祖先崇拜 爱物教和通灵术于一体 16世纪 海地沦为法国殖民地 宗教也由被法国人贩卖到海地的黑奴带来 后来与当地土著宗教结合形成巫毒教 由于神秘奇怪而可怕的仪式 它一度被认为是一种邪教 直到2003年 海地政府才将其和天主教 共同列为两大官方宗教 巫毒教是一种基于恐惧的信仰 它的主要教义是 一切事物其实只是一种表象 其背后更重要的是灵魂力量 许多海地人认为 如果不参加巫毒仪式 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受害者 于是老杜瓦利埃利用这种恐惧来操纵民众 他自称拥有大祭司的权利 是最可怕的恶灵 萨迈迪男爵 随后他又将自己的秘密警察 封为巡回巫术师 在海地地震发生一天后 美国基督徒领袖罗伯逊说 罪魁祸首是海地人自己 因为他们在反抗法国之前 进行了巫毒教仪式 并和魔鬼签订了契约 他们同意将自己的土地 献给魔鬼200年 以换取自由 后来海地虽然获得了独立 但他们从此沦为魔鬼的奴隶 并遭受极端贫困和不断的战争 尽管罗伯逊的言论 涉嫌传播种族和宗教仇恨 但巫毒教与海地的创新密不可分 在海地的独立进程中 许多巫师成为了新的领导者 并且他们普遍利用宗教来操纵叛乱分子 而种植园里的奴隶也是利用巫毒教为起义做准备 在独立战争中 起义者曾多次陷入绝境 而巫毒教成功地凝聚了人心 正因如此 所以在海地独立后的现代化进程中 不少操纵者利用巫毒教进行独裁统治 而老杜瓦利埃更是将这一方法发挥到了极致 他曾在众人面前将活人剥皮 并向巫毒教的神灵献祭 然后他将人的内脏真实 来表达自己的虔诚之心 老杜瓦利埃声称自己是上帝挑选的救世主 以此制造个人崇拜 根据其官方宣传机构称 老杜瓦利埃是巫毒教众神的化身 掌管所有人的生死 海报在海地各地广为流传 其中流传最广的是站着的耶稣 拍着坐着的老杜瓦利埃的肩膀说 我选择了他 1963年 海地发生了一起针对杜瓦利埃家族的政变 虽然他们没有成功 但其主谋迟迟没有被抓住 有人告诉老杜瓦利埃说 主谋变成了一条黑狗 所以老杜瓦利埃下令屠杀该国所有的黑狗 在老杜瓦利埃的操控下 巫毒教让人起死回生的传说 传遍了海地全国 他自己坚信他就可以永远地控制海地 因此他提前修了一座坟墓 并派了常驻哨兵来监视那里的情况 1970年底 杜瓦利埃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在弥留之际 他又干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他迫使参议院通过决议 将海地总统年龄的下限 从40岁调至18岁 以便让其19岁的儿子当选总统 此外 他通过操纵选举 他让自己的儿子以99%的支持率 成功当选海地总统 不久之后 他死于心脏病发作 他的遗体被送进了这个坟墓 然而 他生前所宣扬的精彩回春并未实现 人们也没有像传说中的那样 几年后再次见到老杜瓦利埃 1971年4月 老杜瓦利埃去世 同年小杜瓦利埃当选海地总统 之后 小杜瓦利埃的表现非常符合美国的利益 因为他在政治上没有任何作为 他满脑子只想一件事 赚钱 为了赚钱 小杜瓦利埃与邻国多米尼加签订了协议 按照协议规定 海地每年将20万名青放年劳动力 送到多米尼加的香蕉种植园进行劳动 而这20万名劳动力 小杜瓦利埃每个人都要收取 1000美元的劳动力费 当然小杜瓦利埃所做的事情远不止于此 小杜瓦利埃利用海地政府的名头 让他的岳父创办了一家 专门从事进口贸易的公司 然后他以海地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为名 打着建设国家的旗号 从墨西哥低价进口了大量的石油 然后再用高价卖给南非 然后把赚到的大部分钱都放进了自己的腰包 这样的骚操作不仅惊呆了墨西哥 也惊呆了全世界 他们完全没想到小杜瓦利埃会这么做 另外在每年的联合国大会 都是小杜瓦利埃的舞台 每到这时候他都会哭穷 当然在两父子的剥削下 海地底层人民的日子确实不好过 虽然海地的中产阶级还不错 但也仅限于吃饱而已 一旦遇到灾祸 他们会立即申请破产 等待死亡降临 至于普通人 那更是连饭都吃不上 当然这不是夸大其词 而是事实 其实准确的来说 他们吃的不是食物 而是一种被我们称为观音土的东西 他们会在观音土上放上少量小麦 然后做成手掌大小的泥饼来食用 要知道 这种泥饼不仅没有任何营养 而且还携带着许多微生物 甚至是致命的病毒 但为了生存 他们不得不每天吃泥饼 至于小杜瓦利埃得到的国际援助 大部分都尽了自己的腰包 剩下的由下面的官员瓜分 据统计 小杜瓦利埃从国家援助中 获得的收入高达5亿美元 而且那还是在70年代 要知道当时中国的人均年收入 只有200多美元 猖獗的腐败导致海地经济秩序崩溃 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美国的指导下 拨出2200万美元来恢复海地经济 但收到钱后 小杜瓦利埃直接转走了2000万美元 而剩下的200万美元也被瓜分了 虽然这是美国的暗示 但这也是为了拯救海地 不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也被小杜瓦利埃 近乎疯狂的贪婪所震撼 为了赚更多的钱 小杜瓦利埃甚至将自己国民的尸体 卖给了国外的医学院 让他们用来进行解剖实验 此外 海地人每个月还要被迫免费献血 而献出的这些血浆 也全部被小杜瓦利埃卖了出去 但是 这依然满足不了 小杜瓦利埃奢侈的生活 因为小杜瓦利埃的权力 被海地第一夫人压制 所以 在1975年 他为了博得母亲的欢心 花了超过300万美元 给他去世的父亲 老杜瓦利埃建造了一座新陵墓 从外部装饰到内部陪衬 奢侈这个词被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1980年 小杜瓦利埃和国内商业巨头的女儿结婚 这一次 小杜瓦利埃花费了超过700万美元 光是为庆祝活动所燃放的烟花 就花费了超过10万美元 当时 海地人均年收入仅100美元 失业率超过50% 每个水龙头要供3000户家庭用水 人们的生活极其艰难 但小杜瓦利埃并不在意 每年的国际援助都会被他放进自己的口袋 而他的妻子又特别喜欢奢侈品 所以小杜瓦利埃特地建造了一个低温储藏室 来存放他在世界各地购买的奢侈品 在这种极端的对比下 海地再次爆发大规模反抗 这一次反抗的力量 让背后的支持者美国政府都担心不已 他们害怕又一个红色古巴会出现 于是 美国决定不再支持残暴的杜瓦利埃家族 而是支持民选政府 1986年2月 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 小杜瓦利埃带着那些被挪用的巨额资金逃之夭夭 继续过着潇洒的生活 当愤怒的海地人民听到他逃跑的消息时 他们决定摧毁他父亲的坟墓 与此同时 那些杜瓦利埃家族的亲信们也都遭了殃 2011年1月 小杜瓦利埃回到海地 企图回去夺回政权 但他没有成功 三年后 小杜瓦利埃在海地首都太子港去世 享年63岁 独裁者永远不会成为历史的主流 只有普通人才是历史的主流 杜瓦利埃家族的独裁 本质上是对历史的背叛 事实上 杜瓦利埃家族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独裁者一定会失败 无论他们是年少成名 还是独霸一方 终究都逃不过历史的审判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物知军与您下期再见了